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女孩因为太特别 被父母杀掉的科幻片 阴阳魔界2002 第一集,长青社区 它跟世界奇妙物语一样 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 君发妹是个叛逆不羁的女孩 总是穿着起装异服,满嘴无言晦语 父母为了管交谈 带着妹妹一起搬进了长青社区 刚到达新家的君发妹就将自己的个性展露无意 父亲怎么生气也没用 同时,金发妹看到对面那户人家在哭着种树 虽然觉得很奇怪,但也没有多在意 母亲给姐妹俩端上了柠檬水解渴 没想到这一杯水下肚 金发妹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些属于自己的特色都消失了 喜欢的衣服,CD也全都不见了 她冲下楼质问父母 得到的只是一句,这都是为了你好 社区负责人也劝她乖乖听话 但性格如此,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金发妹想逃离这里 她在观察社区环境时 认识了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卷毛 卷毛告诉她 想离开这里,需要违反社区规则 就会被抓起来送到一个军事学校 虽然那里同样很严格 但肯定比这里好多了 于是两人相约深夜私奔 没想到卷毛半路被保安店晕抓走 金发妹立刻上网查询军事学校的相关信息 却一无所获,这让她觉得很奇怪 在卷毛被抓起来后 她从社区负责人那里得知 今晚会有一个关于卷毛惩罚方式的听证会 金发妹趁夜色偷偷溜了进去 这才得知真相 所谓的军事学校其实是个回收站 社区里所有不听管教的孩子都会被送到那里 最后成为一堆化肥 之前刚到社区看到邻居哭着种树 正是他们在埋葬自己的孩子 卷毛的惩罚措施也确定了下来 她也即将成为一堆化肥 金发妹吓坏了想逃跑 却已经被保安发现 她赶紧跑回家跟妹妹说自己要离开这里 希望得到妹妹的帮助 没想到一向站在自己这边的妹妹 最后却出卖了自己 带着父母和保安在小森林里找到了她 将她送上了前往废品回收站的车 她说自己只是不想再看到金发妹毁了这一切 而对金发妹已经失望透顶的家人 看着她被关进车里后 头也不毁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 金发妹家门口也出现了一棵树 那是她逝去的青春 她的父母在搬进来之前就签订了一份协议 在这个社区 不服从管教的孩子就跟废品一样无用 甚至不如一堆化肥 个性和特色被严令禁止 只有统一一致 才是这个社区奉行的法则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中树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